尊敬的诸位大德同修 阿弥陀佛 请大家合照 我们一起声称本师圣号 即开经济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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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无量寿经 请诸位同修 先开注解 三百零六页 三百零六页 请看第一行 五华言不思议品 诸佛念念初生至 此名佛厚德至 出生八项世线也 此五宗前四是因宗世线 第五五 佛后业用也 诗经所明 若以诸师多事第四 补促作佛 第五是成佛之后的业用 一般讲 法生大事到最后 他修到等纠菩萨 等纠菩萨呢 再把这个无名习气也都断得干干净净 他就回归到长极光 这个长极光 可以讲他是没有现象的 所以我们六根的接触不到 那他是什么样子呢 他就是一片光明 所以他不是物质现象 不是精神现象 也不是自然现象 因此我们知道这个 西方净土被称为大光明帐 那我们的信德是不是如此呢 也是这个样子 其实我们学佛修到最后 原来就是回归到长极光 那我们现在还待在这个地球上 这样正常不正常啊 诸位同学 很不正常 为什么呢 本来我们该的地方 该待的地方是哪呢 长极光 现在我们跑到哪里去了 跑到六道里面 人到来了 其实你想一下 六道也有比较好的地方呢 我们怎么跑到人道来 不要说别的吧 光是讲天道 天道任何一天都比我们人道好 不过话说回来 天道的福报也不究竟 他还是会有福报终了的那一刻 所以他依旧会搞轮回 因此我们要下定决心 这辈子回归到该去的地方 也就是长极光净土 一旦到达长极光净土 你就会发现到原来每一尊佛到最后都是修到这个地方的 不管他是修哪个法门 最后目的地呢 完全一样 八万四千法门 菩萨们修学 修得很辛苦 时间很久 那我们学净土法门 这个时间缩短 精力呢 也节省了很多 这个完全是阿弥陀佛 本愿呢 加持我们大家 才得到这样一个礼 那佛已经回归到长极光了 他也并没有忘记我们 他依旧 常常来到施法界 也到施暴土 度化 有缘的众生 我们讲在施法界里面 佛可以实现八项成道 这个八项成道 跟众生的感 有密切关系 我们有什么样的感 立刻他就会有这个反应 关于这一点 我们举一个例子 像日本江本博士 他花了十多年的时间 专门研究那个水 他就发现一个现象 我们的念头怎么个变化 那个水的结晶体呢 也相应的做了改变 所以我们是好的念头 那个结晶体就非常的美丽 如果我们的念头是 是着恶的 那个结晶体的图案呢 非常丑陋 非常可怕 这些呢 都印证了 佛在经上所讲的话 叫一切法 从心相生 所以我们自己啊 想要身体健康 想要环境理想 一定要把自己的意念 控制好 最善的念头 无过于念这一句 阿弥陀佛 那我们想要感得 佛菩萨降临于世 教我们 首先我们自己呢 要先拿出行动 是哪些呢 儒家所讲的 五轮五常四为八的 要把这些做到 同时 我们还有强烈的愿望 我想要了生出轮回 不想再待在这个六道里面 受苦受难的 果真有这样一个心愿 佛菩萨都知道 他会立刻的降临到这个地区 视线跟这个地区众生 一样的啊 那个身相来度化他 那么有同修 他呀就提出一个疑问 那佛什么时候才来到我身边呢 你什么时候想 他什么时候到 刚刚念头又一起了 他就立刻就来了 快不快 快 哎 为什么那么快呢 贤手国师在修华英奥 只望进华英观里面 就讲到三种周变 三种周变的第一个 叫周变法界 佛已经证得圆满的法身 所以他那个法身呢 是变一切处 也就是说 我们图文八有没有佛的法身呢 有 他就在这个地方 没有离开我们 这个情况啊 我们一般人呢 很难想象 无法呢 揣测 没错 是无法想象 无法猜测 但是我们真的放下执着分别起心动念 这个情况 我们自然就知道 现在还没有放下 就不要胡思乱想 您越想就越糟糕 所以干脆就不要想 不想到那个当下 你就会 看到这个真相 所以修行 要知道啊 自己修的是什么 要把这个世间的一切真实状况 搞清楚 《金刚经》里面说的好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其实我们一般人 看着这样的经文 并不是真的懂得这个情况 只是模模糊糊 有这个概念 都是梦幻泡影 他怎么个梦幻泡影 他怎么个虚假法 德国科学家 普朗克 普朗克先生 他是爱因斯坦的老师 他老人家一生呢 就是专门搞这个 物质研究的 到最后 他就发现一个事实 原来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的存在 所谓的物质 怎么来的呢 是我们念头的波动现象 也就是说 因为有念头 所以才会产生物质 果真知道这一点 那我们从现在起 我们还敢不敢胡思乱想 就不会了 为什么呢 我们每动一个念头 这整个身体的细胞都产生变化 举个例子吧 当您高兴的时候 很开心的时候 这个身体是什么反应的 常言说的好啊 人逢喜事 精神爽啊 对不对 你看这个人呢 欢喜的时候 浑身上下 都是净 可是一旦这个人呢 他郁闷 烦躁 不安 恐惧 他整个身体看起来 就病殃殃的 无精打采的样子 同样一个色身 怎么有那么明显的差异 都取决于我们的想法 所以真正 懂得这个道理的人 从今天起 他就不会再随便打枉下的 他知道 如果我还要胡思乱想 那是在伤害自己 不但伤害自己的身体 还伤害自己周边的人 还伤害周边的环境 所以环境好不好 跟谁有关系啊 跟我们每个人的起行动力 有直接的关系 法政大事 知道这一点 所以他正在法政之后 他再也没有妄想 也就是说 他绝对没有任何的念头 连念头都没有了 哪里还有执着分别呢 再看一下六道众生 不但有妄念 还有分别 还有强烈的执着 这就很糟糕 所以苦痛从哪里来呢 就从不了解事实而来的 从迷惑颠倒而来的 阿罗汉 虽然比不上 法政大事 比不上佛 但是人家至少比我们 有一个方面强 他强在哪里 他执着放下 执着一放下 人家的这个自在 就得到了少分 所以他的生活空间呢 就大了 他可以待在 六道之外的 四圣法界 那再往上面去 法政大事 把沉沙 反倒放下 再把无名放下 他就到 石暴图了 到达石暴图就不得了 他想去哪个世界 就可以去哪个世界 任何一个佛刹 随意的往来 这个我们在昨天有看到 所以我们还待在这个地球上 没有一点点自由 就应该好好的反思 到底是谁让我这样子的 我们千万不要责怪别人 别人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只有我自己才会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 古人说的好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所以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 立刻要反思 他的原由是什么 他的果报怎么样产生的 因此佛当年教学啊 时间可以说是所有宗教创始人当中 教学时间最久 他教的四次九零 教了四十九年 他的真正的目的 就是帮助我们 放下见识烦恼 放下沉沙烦恼 到最后放下无名烦恼 回归自信 可惜的是哦 我们现在人呢福报不够 虽然说已经赶得佛降临来到人间 但是他老人家住宿时间太短了 才多久啊 七十九年 倘若这一次佛注射时间是七万九千年 那我们怎么办呢 领略这个机会咯 可以亲自参加世尊的法会 才刚刚过去三千年嘛 那还有七万九千年 我们寿命 那至少也跟佛差不多 因为当时佛在世时候 人均寿命是一百岁 所以佛注射时间 都跟当地众生的那个寿命 差不了多少 因为我们现在众生造作的无利十恶罪 太多 太重 所以佛 虽然降临 到这个地区 但是他住的时间不久 非常短暂 可是 到了底下一尊佛 弥勒菩萨 成佛 那他注射时间就久了 就远远超过释迦牟的佛 我们再看一下 阿弥陀佛的老师 世间自在王如来 他老人家注射多久 四十二 节 这不仅是大经 所以那个节不是小节 不是中节 它是大节 你就可以想象到 在那个时代 那个地区 世间自在王如来 教化的这个佛刹 一般人的寿命都这么长 所以啊 这个法杖比丘 他才有足够的时间 每一个佛刹 细细的做调查 他才有那么长的时间 跟随佛 深入境障 说明常 对我们修道有帮助 再看一下我们现在众生 寿命太短了 澳洲平均人 这个寿命 85岁上下 今年无声52 85减去 52 还有33年 33年快不快 快 想当年我们19岁出国 对不对 19岁出国 现在52 52减去 19 33 一弹子就过去了 当初离开武汉的时候 在武汉火车站 哎呀 那个场景都记得很清楚了 我们的同事啊 邻居啊 同学啊 都在车站送我们嘛 哭得稀里哗啦的 你看现在这个时间呢 一下子过去了 那再往后面去呢 到了八十多岁 还不是一弹子就过去了 时间要抓紧 我们要把这些宝贵的光阴 全部都用在一步经 一个法门 一个目标 一个方向上 这就正确了 因为这个是 现实逼迫着我们 不得不勇猛精进 我们不敢偷懒 不敢懈怠 这里有特别讲到一个名项 叫这个根本智 这个根本智呢 不但佛有 我们每一个众生 都有 根本智是自信本具的 般若智慧 他不生 不灭 不来 不去 有人呢 挺好奇的 佛在哪呢 当下就是的 佛是无处不在 无时不在 他正德法身 他随时都可以 现种种的身相 来帮助我们 转迷为物 转恶为善 转凡成圣 这个思经所明 就是环境上所说的 说什么呢 若以诸事多事 第四 补促作佛 这是指的 等觉位的菩萨 那如果是我们净土中呢 若以金中 此中无所属 如果就金中来讲 他就不属于前面 五种的某一种 什么原因呢 后面解释了 以弥陀 巧方天 回向 所作故 这个境界呢 是不可思议的境界 阿弥陀佛的视线 他是 回向 所作 我们作为 敬中学人 每天呢 恭恭敬敬的把 这一天所修学的功德 回向 阿弥陀佛 回向 求生 西方净土 我们再从另外一个方位去思考 那阿弥陀佛每天讲经 每天度众生 他有没有把他的功德 回向给我们呢 有没有 你还犹豫什么 当然有啊 对不对 我们肯发心 回向给一切众生 那当然阿弥陀佛呢 也会把他的功德 也回向给我们嘛 那回向给我们的用意 何在呢 帮助我们快快的提高境界 佛 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就希望我们大家圆 赶快成熟 佛们讲嘛 佛不度无缘之人 那哪些众生又是有缘之人呢 就是那个善根福的成熟的众生 我们就净土法门来说 当他听到念佛法门之后 他肯真正发心 从今天起 老实听话真干 一心念佛求生基督世界 这个就是善根福的成熟的人 这个就是跟阿弥陀佛有缘的人 跟极乐世界有缘的人 所以贤功劳和尚 就是很好的一个榜样 这是我们现在念佛人 应该要效法的一个对象 后面进一步说到 因果共不可思议 这就讲了两个方面了 一个是因不可思议 还有呢 果报也不可思议 诸位同修 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自己 走进道场 也不能够小看自己走进讲堂 听这一堂课 更不可以小看自己走进念佛堂 发心念佛 那一段时间 凡是能够走进寺院 听经文法 参加共修 这都是无量因缘 所以这里说嘛 不可思议 下面呢 是勉强来说了 若强论之 或因在第五 佛后之中焉 阿弥陀佛成佛 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 他绝对不是在世界之前 才成佛 他其实是什么时候 就成佛了呢 您看到法华经就很清楚了 他老人家是 九远节之前 就已经成到了 所以他不是在阴地 他是在果地 那也就是说 这一次是阿弥陀佛呢 从长极光当中 来到我们这个地方 度化我们 那么阿弥陀佛来我们这个世界度我们 我们光讲中国好了 以他曝光的这个次数 我们来看 他老人家至少来到中国三次 至少 像善的大事 有没有严寿大事 有没有严寿大事 廉寿大事 这都是我们知道的 那还有其他的时候 他老人家屡屡视线 我们就不晓得了 但是不晓得 不等同于他不来 以前他有来视线 那他老人家 现在有没有 也视线了 同样的 在哪 说不定就在您旁边 说不定你天天跟他打照面 天天跟他说话 天天跟他交往 您都不认识了 那佛呢 菩萨呢 他们现这个像 跟我们一般人呢 很相似 跟我们的生活环境呢 很接近 所以我们一般人呢 觉察不出来 他有什么特别地方 可是那个会看的人 他就知道 下面是列老所讲的 由上可见 视线八项成道之人 皆为有五 一般只知 不促成佛所现 实际上这个八项成道啊 有五种 一般呢 只说不促菩萨 也就是等觉菩萨 这个说法呢 最为普遍 最多 而实际上呢 不止这一种 因为佛菩萨的视线呢 他是有缘 他就现 那诺人经上说嘛 谁众生心 应所知量 谁可以视线八项成道啊 不但佛可以视线 连原教出入菩萨 别教出地菩萨 就有这个能力了 也就是讲啊 在近虚空变法界 可以展现这种神通能力的 圣众 不计其数 那至于到哪里去视线 完全看当地众生的缘 有没有成熟 还有一点 我们也要知道 他视线 是不是永远都视线在那呢 不是的 你看前面一尊佛 是加塞佛 加塞佛 视线一段时间之后 他那个时间比较久一点 比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要久 可是呢 还是会离开 还是会入班内盘 等到我们这次释迦牟尼佛 时间就更短 七十九年 那下面这尊佛呢 弥勒佛 时间比较久 但是他人家还是会入班内盘 所以啊 圆聚 大帝就见面了 那圆善呢 我们就会分开 因此我们一定要抓住 遇到佛 遇到菩萨 这个稀有难逢的机会 绝对不能够空过 一旦错过 你想要再遇到佛 再遇到菩萨 再闻到佛法 那就难了 不要说别的地方 我们就讲澳洲 澳洲是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有佛法 你光是看图文巴好了 图文巴才几个道场啊 据我们所知的 好像才三个 两个中国人建的道场 还有一个是泰国人建的 这三个佛教寺院 所以有我们这边人口 十六万 但是能够 亲近佛教寺院的 这个机会就不多 我们看到另外一种 宗教的道场不少 哪一种 教堂 是不是 你家旁边有没有教堂 有时候我们开车出去 看那些小街小巷 甚至还有一个小教堂 就证明这边人呢 他信基督教 信天主教 人数比较多 超过我们佛教徒 这个都是好现象吧 信仰宗教都是好事情 后面进一步讲道 真结 则偏重为佛后 诸说 不妨并存 五味不妨其有 盖师方来会之菩萨 无量无边 其皆为于 其皆为于平等中 亦不碍于差别也 这个说法呢 可以讲是非常的合情 合理的 总而言之一句话 佛菩萨视线呢 绝对不是他自己的意思 他如果还有一个想法 我要视线 那他就还有念头 那他就是还是凡夫 他这个视线呢 完全看众生 有所需要 只要这个地区 有一个众生 想要闻佛法 佛呢 马上就来到他的身边 古人说的好啊 佛是门中 不死一人 所以这个地区呢 只要还有一个人 心心向佛 佛就会陪伴他 帮助他 那我们现在可以讲 这个机会啊 非常殊胜 殊胜在哪里 不但遇到佛法 还遇到佛法里面 最殊胜的净土经典 遇到呢 净土法门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 每天这个念佛 越多越好 希望我们阿拉耶稣里面的种子 越丰富越好 到了临终 那个关键时刻 也是阿弥陀佛想出来 念出来 那恭喜您 您就怎么样 您这一生 就可以往生西方净土 底下进一步说 有八项成道 是指本师世家 与一切诸佛 事现成道之 通土 这个表演呢 一般是在司法界 尤其是在六道里面 都很相似 但诸今论应开合不同 所说已或说七项 乃至九项十项 这些说法呢 在经上啊 都有讲到 那说的最多的是八项 但是有的经上 还有的讲七项 这是比较少的 还有说的比较多的 九项跟十种项 经说八项者 乃从经论之多数也 在这八项之中 内容亦不尽同 下面就举了例子了 像这个大圣起心论 他讲这个八项 第一个 从兜率天下 二入胎 三住胎 四出胎 五出家 六成道 七转法轮 八入涅槃 这就是 起心论里面 所讲的八项 但是我们在看 四教仪呢 他怎么个说法呢 第一个 从兜率天下 第二脱胎 第三出生 第四出家 第五降魔 第六成道 第七转法轮 第八入涅槃 两相对照辩知 四教仪是开 起心论之成道 为降魔与成道 和起心论之入胎 与住胎 与脱胎 可见 两者只是开合不同 内容无别 通过这样子 一对比 我们就知道 这个四教仪 跟大圣起心论 他里面的这个成道 说成是两样 降魔跟成道 然后呢 这个四教仪 又开这个 他又合 起心论里面的入胎 跟这个住胎 为这个脱胎 脱胎呢 有入胎跟住胎 意思 所以内容都是一样的 只是开合不同 家祥书 以四教仪 判 为义之八相 这个为义是 无量寿经 为义本 甚何于经此会及本 故人医之 经中 舍兜率是第一相 降王公是第二 与第三两相 七位出家 苦行学道 是第四相 降服魔怨 是第五相 成罪正诀 是第六相 情转法轮 常以法音 觉诸事件 即以下诸句 是第七相 这个完全都是 从本经里面 来说的 下端文中之 于此中下 而现灭度 就是第八相 这些地方 都是说的 非常的详细 后面呢 就要进一步的 来给我们说明了 这个八相 第一个就是 舍兜率 舍兜率 即第一相 从兜率天 降生也 关于这个兜率 一般佛教徒呢 都不陌生 都很熟悉 那么这个说法 在经上 有好几种翻译 他还可以称为啊 都数 或者要做 独使多 这是发音不同 但是呢 指的是 同样一桩事情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翻成中文就是 庙族 知足 喜族等 他有这个三个意思 那用了最多的 我们平常讲的呢 知足 我们从 后补佛所处的这个地方 也就知道一点 我们这身学佛 怎么样才能够成佛 一定要做到一点 知足 所以您就知道了 二十八成天 他哪一天不去 他就偏偏待在这个兜率天 表这个法 一样的嘛 我们这一身 想要成道 就一定要做到知足 那现在问题是 我们大家有没有做到知足 我们吃饭 知不知足 吃饭 有的人吃饭 吃得很开心 但是有人吃饭 吃得生烦恼 我们穿这个衣服 出门 那有人穿任何衣服 都没有问题 但是有人 出门之前呢 他千挑万挑 总是不满他的心愿 每天呢 都变化 你看佛陀出门 简单不简单 三件袈裟 就搭在身上 没有什么分别心 所以他这个心就很清净 学佛没有别的 就是让自己心里面的妄想 越少越好 凡事啊 都能够做到满意 这个人 他的心情就非常好 我们为什么烦恼这么多啊 最主要原因就在于 太不知足了 看一下佛的历史 我们就晓得 佛从发心 出家修行 那一天开始 他就不住在房子里面了 他每天晚上休息 在哪里休息 都是在户外 都是在树林底下 同时佛还 自己实现一个好榜样 他每天晚上打坐 那个树 都是不同的树 绝对不是说 今天所打坐这个树啊 下面呢 感觉很舒服 明天我还在这 他没有 明天怎么样呢 明天再换个地方 这个做法 就是帮助他 放下分别性 那么佛对于吃 也是没有挑剔的 居士给他任何的食物 无论供养他什么 他终然是收的稀饭 佛也不排斥 还是欢欢喜喜的接受 这就是知足的一种视线 我们中国古人 有一句话怎么讲呢 叫知足常乐 你看我们呢 都已经遇到净土法门了 怎么看起来这个面孔 还是不乐呢 对不对 怎么佛 那么勤苦的日子 托伯 你要知道 托伯是什么意思啊 这在社会上 那是最低的 对不对 托伯在中国叫什么 叫花子 可是佛托伯呢 跟一般人托伯不一样 虽然他也启示 但是佛是有智慧 有德心 有学问的 因为他是老师嘛 老师就不从事这个教学的工作 不从事这个生产 他就没有收入 所以他要靠大众的 这个食物的供给 他才能够 有足够的能量 维持这个消耗 当然还有一点 接受大众的供养 也是给大家一个机会 赔福 修复 其实托伯啊 意义非常广 非常深 就佛的经济来说 他需不需要吃东西呢 根本就不需要 所以佛那一个种种的表演 告诉我们 他实时知足 处处知足 所以他心情好 后面进一步讲 这个都帅天 他是欲界中第四天 所以他是在欲界天里面 内院现为弥勒大势之净途 外院则为天众欲乐之初 原来弥勒菩萨在都帅天 他是在内院 不在外院 外院是哪些众生住呢 是一般这个天人住人啊 那换句话说 外院的天人就见不到弥勒菩萨 他必须要进到内院才行 那这个都帅天的天人 能够做到知足 那都帅天以下的天人 有没有做到知足啊 还没有 所以越往上面去呢 那个心越清净 他的欲望呢 越淡薄 这个天界 我们看佛经 他老人家介绍的非常详细 您经过比较之后 就会发现到 佛家所讲的天堂 佛家所讲的天堂 那个环境呢 他的情况等等 佛讲的最具体 再看一下其他的宗教的典籍 虽然也讲天堂 就不如我们佛经 所以曾经呢 有神父 他看到我们佛经之后 他就很感慨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这个释迦牟尼佛介绍天堂 好像比我们这个圣经要详细的多 他是不是有去过啊 请问他去过没有 他不但去过 常常去 常常到那边去 叫他众生 当然这个天界要分 三界二十八神天 欲界天他也去 色界天他也去 但是无色界天 佛就别去了 为什么佛 菩萨 阿罗汉 不到那边去呢 不是不能去 可以去 但是因为无色界天的天人呢 他们认为自己啊 已经达到了斑裂盘的境界 我已经成道了 我已经成佛了 我不需要再学了 因为这种误会 导致他们对佛法没有兴趣 所以天上也有这个苦 就是在四空天 那么我们自己修行 绝对不能够有一个错误的观点 我将来念佛 要升到天上去 想天福 您如果有这样的想法 这不是佛的本意 可是有没有人 他这身学佛 学得很认真 也很精进 他想求生天道 有 自古以来就有 古今中外都有 他之所以有这样错误的 愿求 还是在于 没有把事实看清楚 果真把极乐世界看明白了 他就不会求生天上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这个天人 这个天人要死之前 他有五衰项 五衰项里面就有 他这个头上带的花 凋谢了 他身上那个香气 味道 没了 然后再看一下自己的面容 变得越来越差了 在这个时候 他是什么想法呢 他知道 我快要死了 他要死了 他当然就心情不好了 就埋怨 懊悔 愤怒 成就造一些 急重的口验 如果说 毁谤三宝 他本来以为说 我已经挣得斑裂盘吗 怎么我现在还要死呢 他就开始造口验 毁谤 伏法生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一些天人 像这个四空天的天人 还包括一些色界的天人 将来都躲到无间地人去 辛辛苦苦修到天上去 不容易呀 作为同修 我们先不要说 色界天 无色界天 我们没份 光是夜魔天 我们就上不去 大家听着这个话服不服 要不然你们试试看 看您这一生 能不能够到达 夜魔天 夜魔天才是预界第三层天 上不去 难 假如说我们有能力 可以上到夜魔天 您把这一个修行的功夫 求愿往生极乐世界 那果报又不一样了 那至少到达极乐世界 是方便图 就不是凡圣徒了 为什么 因为您的心清净 您的心量大 您的心也慈悲 所以我们如果是 以这样一个功夫 那到达极乐世界 品位就超过凡圣徒去图的 大众 因此这个事情呢 一定要把它搞清楚 其他法门呢 他们修行的 都是从下慢慢往上提升 它是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的修 非常非常辛劳 而且如果没有遇到好老师 没有遇到好的环境 他未必修得成功 但是我们修净土法门 就不必这么麻烦 我们只要做到什么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就可以了 上次呢 跟大家说过了 我们这个法门 那幅法门叫横超 它不是竖着超约六道 横超六道 横超是法界 因此十方诸佛 非常的钦佩阿弥陀佛 这个方法 他们没有想到 被阿弥陀佛呢 考虑到 那我们了脱生死 出了六道 出了四法界 我们在极乐世界修行 那我们这个世界 原来有的家庭眷属 我们是不是就不管它了 绝对不会 那我们到达极乐世界 六通三明 都现前了 在这个时候 您看地球上的家庭眷属 一目了然 就好像看什么 我在镜上讲吗 就好像看手上的 安波罗谷 就好像看水果一样 或者我们举另外一个说法 看手掌 就那么清楚 因此呢 我们这边的家庭眷属 他每天想什么 每天说什么 每天做什么 临在极乐世界 了了分明 什么时候 他肯听 净土法门 他肯修这个法门 您马上就可以回来 现一个呢 跟他差不多的身相 来肯定义 来度化他 下面呢 是这个 《普要经》里面的介绍 是在说法门品里面 所讲的 其都数天 有大天宫 名曰高床 广长 二千五百六十里 诸位同学 您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兜率天的天宫 大不大 两千五百六十里 请问大家有没有到过北京故宫啊 到过 您感觉这个皇帝的福报大不大 大吧 但是 跟斗塞天相比又如何呢 那就不如人家了 后面还有啊 菩萨常作 为诸天人敷衍经典 所以弥勒菩萨在那里呢 为大众 为这些天人呢 讲经书法 另外 《佛地论》第五卷 也有介绍 独始多天 就是兜率天 后身菩萨 于中教化 这个后身菩萨呢 就是一身补促菩萨 也就是等觉菩萨 此世界过限位 三世之补促大师 皆从此天降生 这就交代的蛮清楚的 所有的后补佛 将来呢 都是预先的 在斗塞天 那以后呢 都从这个天上呢 降落下来 像弥勒菩萨 他老人家办这个法会 龙华三会 其实我们也要知道 弥勒菩萨是不是 要等到五十七六千万年之后 才成佛呢 不是 他也是水啊 他也是古佛再来的 那么这一次呢 退居后补佛这个位置 将来再实现成道 这是第一项 那我们再看这个后面 降生 所以下面第二项呢 就是脱胎 第三项呢 就是出生 经文呢 很简单 三个字 降王公 这是一段 我们看了这三个字 有没有什么想法 他来到人间 到哪里去投胎啊 王公 那换句话说 他是谁啊 王族 是不是 那我们这一生出生在哪里 普通老百姓家里面 所以我们的福报 我们的地位 就不如 这些啊 后补佛 接着呢 再进一步说明 降王公 降生于王公 始终寒舍 第二项之脱胎 与第三项之出生 本师 世尊之脱胎 如因果精云 于是摩耶夫人 于缅物之际 见菩萨成六雅白相 腾空而来 从右邪入 身陷于外 如处流离 这就讲到 释迦牟尼佛这一次啊 从兜摔天 来投胎的 这个状况 那他的母亲呢 就讲到人道 他的母亲呢 摩耶夫人 这一天呢 他就是在那种哦 将要睡着 还没有完全睡着的 这一个时候 他还是清清楚楚的 看到菩萨 从这个天上下来 他怎么下来 他骑着大象来 那从摩耶夫人的右邪 进到他的身体里面去 大家注意哦 是右邪 那么这个身体啊 像流离一样 那么样的 清净 透明 这个是脱胎 底下 至于出生 则如涅槃精云 从母 摩耶而生 生矣 即周行 七步 根据金上的记载 摩耶夫人 要生产的这一天呢 他老人家呢 是在无忧树 下面 他刚好用这个右手啊 去攀一根树枝 这个时候呢 佛就从他的右斜 就生出来了 你看前面讲嘛 脱胎的时候 从右斜进 对不对 那出来呢 还是从右斜出来 为什么是右边 不是左边呢 因为这个右 代表什么呢 代表吉祥 代表正法 左边 左边一般代表什么呢 代表旁门左道 代表这个斜 代表不正 我们大家有没有发现呢 当然出家人没办法看 在家人呢 大家下了课可以互相看一下 你这个头顶的那个旋窝 是右旋还是左旋呢 大家记不记得 下课的互相看一下 左旋 那佛的这个头顶呢 它是右旋的 你看跟我们凡人就不一样 好了 这里还讲到啊 当佛出生的时候呢 刚刚出生吗 这有个小孩吗 居然他有什么样的神通啊 他可以直接的在地上走路 不同的方位 各走七步 诸佛同修 宁生的小孩 他有没有走路啊 您还记得吗 是不是 宁生的小孩 嗷嗷叫 在那边哭 佛呢 还走着七步 并且佛还指着天 一手指着天 他说什么呢 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 哎呦 如果一个人刚刚出生 就会说话 这个家长会怎么想啊 哎呦 怎么这么快就会说话了 一般我们这个小孩长大 至少要等到一两岁 才会说话嘛 他呢 刚刚出生那天 就会讲这个话 这个我啊 大家也不要误会 不是凡夫 所讲的个我 他是指的真我 什么是真我呢 真我就是自信 自信有三德 哪三德呢 法身德 波尔德 卸托德 而每一种德呢 要具备另外四种德 常乐我敬 这才是经上所讲的真我 所以我们学习 所以我们学习佛法 就是要找回真我 我呢 意思也有好多 他有两个最重要的意思 一个是能够主宰 一个是他可以做到自在 我们就说佛好了 他想到哪 投胎就可以到哪 投胎 他想在哪个地方待着 他想什么时候离开 就什么时候离开 非常的自由 没有任何拘束 因此 能够遇到这样一个高人 跟他学习宇宙人生的真相 这是我们非常幸运的 我们现在虽然没有遇到佛本人 但是呢 能够闻到他的这个教诲 看到佛经 这个机会啊 也是千载难复 我们要抓住 此地再解释 这个周行的意思 因为佛有走的七步嘛 这个周行指什么呢 乃至四位上下之十方 进书院 与十方各行七步 视线丈夫奋训之力 与十方独出无畏 有位一约 从右邪生 释迦普里面讲 菩萨渐渐从右邪出 的的确确 佛出生 跟我们一般反复出生的那个情况呢 是不一样的 经常还讲到另外一段事情 也是我们一般人无法想象 那么佛在母亲 摩尤夫人的身体里面 那段时间 他有没有闲着什么事情没做呢 他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在妈妈肚子里面 非要呆着不可 而且呢 很痛苦 可是佛在母亲肚子里面 他居然怎么样 常常办法会 谁在听他讲经说法呢 发生大事 这个情况啊 一般我们都不讲 因为讲了之后 一般人就会 觉得这太不可思议 这怎么可能呢 的的确确 佛家的境界 不是我们人 所能够想象的 而这个呢 又是真正的事实 从这里我们就知道 佛讲经说法 时间 至少有七十九年 就不止四十九年了 下面就讲到了 他出家了 经文 弃未出家 苦行学道 坐思事现 顺事兼姑 这是一段 世尊当年呢 降临的是 在王宫里面 他是长子 太子身份 但是后来人家 他就做出一个 一乎寻常的决定 他不想以后继承王位 于是他打算怎么样 就像这里所讲的 弃未出家 苦行学道 这是在十九岁的时候 做出这个决定 那这个是表什么呢 他是表出家之 第四项 在无量寿经 卫一本 说的呢 更加详细 经文里面说到 现处 宫中 色位 之间 这说 希腊多太子 这佛的前身吧 他在宫廷里面 生活 自在不自在 我们看经上的介绍 他的父王 生怕他出家 于是呢 在全国召集了 很多的这些 年轻的女孩子 白天三千个女孩子 照顾他 晚上有三千个女孩子 伺候他 希望他能够断掉 出家这个念头 但是后来 希腊多 他就见到一个情况了 就像底下所讲的 见老病死 物是非常 以后他出去游玩的时候 看到三个现象 老人 病人 还有呢 四人 他这个悟性很高 他就想到啊 我虽然现在很年轻 还不到二十岁 但是我将来也会怎么样呢 我也会老 我也会生病 最后呢 也会死掉 所以他从这些方面呢 就觉悟了 物是非常 这个非常 就是我们常说的 无常 也就是说 他想到了 我将来也会离开这个人间的 于是呢 他就做出决断 弃国财位 国王 他不想继承 财富呢 放下 地位 舍弃 入山学道 他的深山里面呢 去请教 印度当时的这些高人 福城白马 宝官 阴落 浅之 令环 他悄悄 晚上离开王宫的时候 有一个仆人 那这个时候呢 他就叫这个庸人呢 把他身上这个 宝官 取下来 把他的华服呢 这个衣服呢 就是把他脱下来 把这个马呢 也请这个庸人呢 就带回去 请他呢 跟父王 说一下 我现在 已经选择出家了 舍真妙衣 而作法服 这个法服啊 就是我们常说的 出家人的夹杀 三件 五一七一 二十五条一 剔除虚法 端坐树下 勤苦六连 行如所应 他是真正像一个修道人一样 一般在印度 修苦行的时间 是三年时间 可是 释迦牟尼佛 这次视线的修苦行 多久啊 翻了一倍 是不是 他是六年时间 就是说 你修苦行 你做得到的 我也可以做得到 毕竟我时间还比较长 他这个视线 又起到什么作用啊 就让那些 专门修苦行人呢 看到佛这个样子 他们服了 因为他的时间 超过人家一倍嘛 后面呢 是普耀经 这个介绍 二十太子 日服一马一脉 六连之中 皆家夫作 作同修 你想不想试一下 西达多太子 他出家之后 他每天吃多少 一马 一脉 我们如果吃这么少的东西 请问能够维持多久啊 恐怕不到半个小时 就很快就消化了 那后面怎么办呢 鸡肠鹿鹿 可是他坚持多久啊 六年了 所以他这个以后啊 真的是蛮瘦的 当然他这样做呢 也是视线 给世人看 做私视线 顺 世间 孤 太子的这个视线呢 都是随身大家 所以他是为了成就大家的慧命 才做这样一个表演 这两句经文呢 出自于无量寿经的唐一本 深险法华玄旨 在法华经收量品里面 有这样的一段经文 他讲 一切世间天人 及阿修罗 皆为经 释迦牟尼佛 出世事工 去 且也成不远 坐于道场 得阿尿多诺 三妙 三菩提 那么这是经上所说的话 可以说 我们人呢 一般看不到 希拉多太子 悄悄离开王宫 但是有其他的众生 可不可以看得到 他们见到 哪些众生看得到 你看我们道家 有一句话怎么说 举头三尺 有神明 所以说天人呢 对我们人道里面的 种种的境界像 他看了一清二楚 当时佛发大心 要离家出咒 其实他做这个决定 容易不容易啊 换成灵 灵如果是太子 您愿意离开王宫啊 你看多少人 把您给伺候得好好的 所谓的 一来伸手 犯来的脏口 人家对您 唯命是从 但是释迦牟尼佛 他不需求这些东西 他在十九岁时候 就肯放下烦恼账 修了十二年的苦行 到最后三十岁 再把更加难断的 锁之杖 也放下了 他是真正明心见心 大仇大 其实他这个过程呢 我们也要知道 当时印度有九十多种外道 他们也是修行修的相当不错 最高境界达到 飞响飞飞响出听 可是没出六道 所以佛呢 参访那么多的印度高人 依旧没有满足他的要求 因为他想知道事实真相了 没有人真正能够告诉他 到后来 他就把他以前所学习的东西 全都放下 再入更加深的禅定 到了晚上的夜度明星 他就豁然大悟 他一大悟之后 不得了 经法就从他的经口呢 流现出来了 我们大家要想一下 这个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前 有没有佛经呢 没有 这个三藏十二部不是别人讲的 是释迦牟尼佛讲的 所以他在十二年当中 没有人说过佛法给他听 是他自己悟出来 自己呢讲述出来的 后人再把他所讲的经法 写成文字 流传到今天 有些同修啊 也蛮 蛮发心的 到印度去朝圣 据说呢 当年师尊呢 打坐 开悟的那一棵 菩提树 已经 没有了 后来印度呢 他们又种了另外一棵树 来 欢迎游客 参访 那么有些同修呢 就坐在那个菩提树底下 他们也打坐 请问他们打坐有没有开悟 他如果坐在那 能够放下 烦恼账 锁子账 他行不行呢 也行的 可是他照了相片楼 这边端坐 结家福坐 坐了好久 还是不能够明心见性 问题在哪呢 没有放下分别 没有放下执着 也没有放下起心动念 那我们现在 在这个地方 大家老老实实念佛 求生希望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不求明心见性 我们现在只求什么 我有能力可以去极度世界就好了 我只要见大彌陀佛将来决定能够大彻达 我将来决定呢 也能够得到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所以释迦牟尼佛 他是在入定 得到这样一个境界 我们是在极度世界 达到这样一个目标 这个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佛经上啊 我们常常见到 翻成中文就是 无上正等正觉 简单来说 阿罗汉正得了正觉 菩萨正得了正等正觉 佛呢 正得了无上正等正觉 这个是我们大家这身修学佛法 这个终结的目的地 所以把所有的见识成杀无名全都放下 您就回归到这一点 因此学习佛法 正正您把这个方式方法研究透了 其他讲的就是那四个字 那四个字 看破 放下 这两样啊 事情是互相帮助的 我们今天在这儿学习这个经教 是看破 帮助我们看破 那看破之后呢 你就会放下一点点烦恼 放下了一点点烦恼 又帮助您啊 再更加深入的看破 那因为又深入了一层 您放下呢 比上一次就更加多 所以越是放下 您这个智慧就越大 佛家常说 这个智慧怎么个转法呢 是要转我们的心 转我们什么心呢 转第六事 转第七事 这是在阴上转 阴上一转过来 那其他的前五事跟第八事 在果上 他自然就流转过来 果真呢 把这个八事全部都转过来 恭喜您 这个智慧 自然就出现 四种智慧就会出现 智慧一出现 那宇宙当中 这些事实真相 没有您不知道的 以前我们学习其他宗教嘛 你看赞美上帝 我们怎么夸上帝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哪一天您也去出这个境界 我们可不可以做到这一点呢 也行的 下面呢 是经上啊 佛所讲的这个话 然善男子 我是成佛以来 无量无边 百千万亿 那有他解 看看 师尊成佛多久了 没办法算 他是无量无边 百千万亿 那有他 这个那有他就是亿的意思 所以他是九远节 九远节之前就已经是祝佛了 自从世来 我常在此说破世界 说法 教化 哎呦 看来我们这个世界也蛮古老的啊 是不是 从哪里可以知道 他说 我常来 此说破世界 这涅槃经上讲吗 他这次来实现佛生 第八千次 这一次 看到我们大家 善根福德成熟了 他又来实现八项成道 那是不是这一次我们这个地球上所有人都能够相信他的话呢 不要说别人做的同修 您就看一下自己的家人哦 您这一家几口 是不是每个人都像您这样子对佛法很有信心呢 有的人跟您一样 但是有的人呢 一般 所以还有人怎么样啊 排斥佛法 毁谤佛法 所以每个人遇到佛反应都不一样 这就是我们过去真中跟佛结的缘 深浅不同 我们这一生呢 一定要把人生的大事牢牢抓住 什么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呢 无过于念佛 往生西方净土 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好 那我们今天呢就学习到这 在最后呢 稍微这个 纠正一下 昨天一个说法 就是我们昨天有提到这个天青菩萨他们三兄弟嘛 那谁是大哥呢 大哥是无助菩萨 天青菩萨是二哥 老妖呢 是狮子绝 昨天悟生的说错了 让大家清楚了 好 这是我们稍微纠正一下 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 莫学物圣出席念讲 难免免有 难免有讲错 以及疏漏之处 如果有任何错误 敬请诸位 大德 欲批评指证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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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